我們要出發去吃教父牛排囉 謝謝 你太高了啦 這是我們第二個3月14號 今天不是3月14號 因為3月14號那天沒有訂到 所以今天是3月17 今天是3月18號 現在要去吃教父牛排 第一次吃教父牛排 後來沒有吃 第一次吃起來 一定吃薄金 最後先吃完 點 controller 1月13號 就算用上來看 小鮮肉幹 Bag 一個玉米的就是 一道街中間松本 明了 上方之前好的風物餡 謝謝 謝謝 很好吃的 美食 完食 義式蔬菜清湯 廚房 對 廚房 熟 雞 一剛開始 九座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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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 幾個 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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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都瘦瘦 這是蠻防護的啦 可是 我覺得我喝不完欸 因為就算你便利箱那邊是做櫃子的話 他們也要在櫃板上面採一個洞 紅酒醬 鹽根 這是什麼醬 是芥末 不是芥末 這是芥末 四季溫溫卡打散 竟然會先吃這裡 這十塊比較軟的部位 謝謝 一二三四 有一點多 好 三四熟三熟就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好軟喔 三熟三熟 有一點點 二熟三熟 一熟三熟 我現在覺得來飲料是嗎? 可能因為Smith是我第一次吃到的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味道特別特別好吃 如果你要我選要去吃哪一家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選Smith or the Sky 因為他們的麗芋好 麗芋好像價格差不多 他們的肉也很好吃 但麗芋下面吃的這麼美味的牛排 現在多想說實 那是不會比 然後這個太薄了 留在一年裡面 因為他選店位置選的很好啊 我吃不下了 你菜都還沒吃耶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這是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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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定好適合家帶啊 我都沒有拍到你把它撥開那一瞬間 這裏面也太軟爛了吧 它裡面是這樣的 真的很半熟的那種狀態 有最後一塊給你 嗯 嗯 不錯吧 我已經吃完叫做牛排了 現在要回家了 我覺得叫做牛排呢 還蠻好吃的 回家再繼續講我的心得 今天是我請他吃飯了 花了六千多塊 今天這個金額 謝謝媽 謝謝 謝謝 唉 你們很爽 應該說 太爽了 對 平常都是我請你吃飯 呵呵 下氣氛 以後要從他身上把它撈回來 好的 現在已經吃完 叫做牛排跟Mason Wollensky 如果問我說 我會選哪一家餐廳去吃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選Mason Wollensky 因為我覺得那一家 除了 除了他的餐點好吃之外 兩家的餐點其實都蠻好吃的 他們那個乾石熟成牛排 我覺得都很好吃 那Smith & Wollensky 是還有一點我覺得非常加分 是因為他是在 微風南山的樓上 所以他的view非常的漂亮 不管是白天的景還是晚上的景 都很美 而且重點是這兩家餐廳 他們兩個的價格也差不多 一個人吃下來大概也都是在 三千 兩三千三四千這個區間裡面 同樣的價格 然後有很好的view的話 那為什麼不選 有好的view的那一家呢 那 教父牛排我是覺得也不差啦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去吃的時候 我坐的那個區塊 它是沒有對外窗的 那我是一個很喜歡有 自然的陽光啊 照進來的窗戶的那種感覺的人 所以 我那時候坐在教父牛排裡面吃的時候 然後我個人的感覺是 沒有到非常的舒服 就是也不會到不舒服 可是你不會一進去覺得 哇在這邊吃飯好享受 就是沒有那種感覺 就是喔就是來吃牛排這樣 就是一個餐廳 但是Smith Willensky會讓我覺得 哇我在這邊吃牛排好享受啊 花這個錢很值得 所以如果再讓我選一次 我就會選Smith 還有一點是 教父牛排那時候我去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湯讓我有點失望耶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喝湯的人 我覺得它湯沒有很好喝 還是剛好我點的那兩個都不好喝 我們點的一個是 義大利蔬菜湯 跟一個好像牛肝菌湯吧 我喝起來都覺得還好 但是Smithland Willensky的話 我那時候去吃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有點忘記 他們那邊的前菜好不好吃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一直覺得他們的那個牛排 真的是太完美了 怎麼會這麼好吃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 是第一次吃到乾式熟成牛排 所以就可能覺得就會特別驚豔吧 但是教父牛排也蠻好吃的啦 也兩家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都很好吃 好這以上就是我 再次去吃完教父牛排的心得 沒有吃過的朋友 還是可以去吃吃看啦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雖然價格有點高 但是它的甜點啊 牛排啊 配菜啊 前菜 就是我覺得都真的蠻好吃的 它麵包也不錯 OK 我是胡小喵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對面這個人好煩喔 看到我自己 走開走開 我現在沒有拿那個錢 我要把那個馬掉 找點名舟 找點名舟 那座 ところ 在 части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